大家好,我是色藍阿恰 欢迎收看本期的色藍稿机 现今拍照与修图APP的特效五花八门 你是否有用过鱼眼特效呢? 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台相机 就是带有超广鱼眼镜头的奇特视角 Lomo Fish Eye 我手上的这一台Fish Eye 是Lomo与Hello Kitty联名的纪念版 采用红、蓝、白配色 正面与背面都有印上Hello Kitty的图样 属于第一代Fish Eye机型 先来看一下这台相机的外观与功能 使用方式与常见的玩具相机相仿 旋转过片磁轮后 透过观景窗构图 就可以按下快门完成拍照 正面有闪光灯开关 闪光灯电源使用随处可得的一颗3号电池 但我这一台的闪灯功能故障无法触发 相机附有矽胶手绳与镜头盖 底片安装方式也十分简单 只要开启背盖 将回片杆向上推出 就可以把底片装进去 拉出底片片头 放到右侧的缝里 盖上背盖后 旋转过片钮 听到开一声 就代表过片完成 可以按下快门 开始拍照啦 整圈底片拍完后 直接拉起回片杆 顺时钟旋转 将所有底片转回至底片壳内 就可以打开背盖 取出底片啦 以下就来看看由LOMO FISHEYE相机拍摄的照片吧 鱼人镜头最大的特色就是圆形的画面感 像是从一个圆筒内窥视的视角 镜头视野角度超级大 就连我握着相机的右手手指都会拍到 所以在使用这台相机拍照时 要注意右手握持处不要太突出 最好是使用两手握持 将手指放在机身上下两侧 避免手指入镜 LOMO FISHEYE这一台玩具相机 不用调整快门速度 也不用调整光圈值与对焦 拿起相机直接拍 底片感光度 建议使用ISO200以上 在阴天或室内 请务必打开闪光灯 由于机身设计紧凑 观景窗看出去 有三分之一的视野是被镜头挡住的 但是镜头有超宽焦距的视野 眼前的景色几乎都可以拍下 拿来自拍 也可以有很好玩的角度画面 是一台十分有趣的LOMO相机 以上就是本集色狼稿记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本节目的话 欢迎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意见与指教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交流 我是色狼阿恰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